出国旅行遥遥无期 许多游客望穿秋水 也逃不回早前投下的旅行团费 那说的就是霹雳以宝时三名男女 在前年缴付总值超过3万令吉的旅费后 一再遭到行管令拦路 异性阑珊的他们 最终就向旅行社要求退款不过 还发现旅社假借清盘知名 逃避退款的责任 最终还把球踢给了保险公司 愤慨的事主只好转向消费人仲裁庭投报 希望可以借此讨回旅客的权益 保险的权我没有啊 我什么不知道啊又不知道 好像两个耍太极这样 秋信氏主表示 一家五口原定在去年4月飞往日本度假 不料旅行社在面对退款退款的要求时 诸多退堂 办公室在今年4月就已经人去楼空 原定和友人同期出发到越南的刘氏主则透露 一行人早在今年初就同意旅行社 从退团的过程中扣除手续费 不过所有人到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一分一文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马华毗力公共服务 及投诉局主任刘国南 昨天试图联络旅行社的负责人 对方披露 旅客是因为拒绝签署保险公司的部分文件 才无法索赔 但他也希望问题可以交由消费人仲裁庭来审理 还各造一个公道 这个现在这个疫情这样子 感谢观看